穿粉红毛衣配上灰西装裤 海星宋仲基 可爱中又不失帅气 李星鸣黑套装登场 女星身炫兵则是卡其洋装亮相 三人齐聚首饵 一起摆上脸颊爱心 为韩剧《财阀家的小儿子》宣传早事 为财阀辛苦工作 反被诬陷私吞资金 惨遭杀害的宋仲基 意外重申到1980年代 变成财阀家的小儿子 宋仲基带着前世记忆重申 挑战一人奔事两脚 宋仲基说想回到戏剧开拍前 可以把不足的地方呈现得更好 这次他在剧中会和《生炫兵》 发展感情线 《圣女时代》成员 Tiffany也会演出 宋仲基的商业伙伴 另一部韩剧也备受关注 饰演饭店集团孙女 绿强人姿态霸气十足 何志愿在韩剧羡慕中 江和冒牌豪门金孙江和娜 普出恋起 为了原奶奶心愿 找来舞台剧演员 假扮失散多年的孙子 江和娜和何志愿 两人名义上是表姐弟关系 但感情逐渐加温 却让彼此另一半不满 思想关系如何发展 观众好奇心爆棚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